在最近结束的巴黎奥运会混双首场比赛中 孙颖莎和王楚清发挥非常出色 最终大比分打败埃及组合获得了首场胜利 这也让外界对于这一对王牌组合充满了更多期待 期待沙头组合能够在后续的比赛继续过五关斩六将 夺得这一块宝贵的混双奥运金牌 在结束了首场比赛之后 按照赛程的安排 接下来王楚清和孙颖莎将会在7月28号继续迎来第二场比赛 对战的对手是中国台北的领域五组合 到时候CCTV5也会直播 接下来考虑到这场比赛备受关注 和各位球迷来分享了一下中国乒乓球队这边的具体准备 以及王楚清和孙颖莎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从个人实力来看 中国台北组合的实力相当不错 在首场比赛中 他们同样大比分打败了对手 挺进了八强 所以对于王楚清和孙颖莎他们来说 中国台北队这一对组合的实力 和埃及组合的实力完全不一样 我们必须引起重视 全力以赴才有可能笑到最后 在最近打败了埃及组合取得开门红之后 孙颖莎在赛后的采访中分析了这场比赛的情况 表示我们的队伍正在渐入佳境 接下来他也同样霸气下战输 希望继续取得下一场比赛的胜利 说白了 孙颖莎对于接下来的征战目标非常的清晰 就是希望能够不断地打败对手 最终站上最高领奖台 因为奥运会就是竞技体育的最高舞台 孙颖莎不可能再谦虚 他肯定会全力以赴 所以我们也期待孙颖莎 能够在第二场比赛中继续发挥出好的表现 另外一方面 王楚清在最近的采访中 也剖析了首场比赛的一些得失 做了一些具体的调整 接下来他的目标和孙颖莎一样 同样是冲击两连胜 在奥运会开始前 王楚清曾经在采访中明确表示 这一次混双比赛 是他三个项目当中最重要的比赛 他已经为此付出了80%以上的努力和精力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中国乒乓球队 保住这一块金牌 既然如此 相信王楚清接下来第二场比赛 同样会尽自己的全力来打出更好的表现 其实从目前来看 混双项目这块金牌之所以如此重要 是因为我们在三年前 曾经丢掉了这一块金牌 2021年东京奥运会混双项目 首次进入奥运会的比赛 本来中国乒乓球队之唾手可得 结果在最终的决赛却爆冷输给了日本队 丢掉了这一块宝贵的金牌 所以时隔三年之后 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 这一块混双的金牌 甚至比起单打 以及团体赛的金牌更加重要 所以孙颖莎和王楚清他们才会如此的重视 这一块宝贵的金牌